一块块卤透的蹄膀Q弹滑嫩让老套疯狂 还有带皮肥嫩咸香卤肉 淋在香喷喷白饭上 在清光商城飘香30年 原本就是高人气美食 现在入榜许多老套认为实质名归 必比登公布台北新入榜店家 除了这家黄季卤肉饭 还有新潮饭店 小平雅厨 软石粒 面铺 以及这间胖 听着喀兹声就知道 taco饼皮有多脆 搭配柔软的配料 酪梨尾鱼口感丰富 上头鲜红辣油更是提味 这是今年新入榜 米其林必比登推介的胖 是首次出现墨西哥料理 开业才一年三个月的业者 笑容藏不住 对自家料理满是骄傲与自信 做一些他们比较传统的口味 比如说绞肉 炖牛肉等等的 台湾味的餐点 比如说卤大肠的 或是我们的炒蔬菜 在锅中间的滋滋作响 带高粱酒香的香肠 是台中李小楼的招牌 是台中两家新上榜的店家之一 画面一转 在众多道地美食文明的台南 新入榜三家店之中 这间天后 店内最被推崇的是 卖向朴实 却有丰富层次 料好实在的鱿鱼裸肉蒜 在高雄也有五家店新入榜 其中小炖食是中式炖汤诱人 剥皮辣椒蛤蜊鸡汤 甘甜微辣层次分明 有熬出那种鲜甜 然后又有香味的感觉 而春兰挂包经营24年 松软外皮夹起琥珀色泽的 半肥瘦炉肉 双脆酸菜花生糖粉 料风味美 可以看出传统美食外 新颖的料理也入榜 势必在先探寻美食的热潮 那是许舒明 有期红尘太友 许宇晨综合报导 有期红尘太友